好的团队 然后要高度的忠诚互相尊重 主动积极 活力热忱 开放的沟通 才能够吸引人才 并且得到外面的资源 而且外面的资源会源源不断地而来 那我们早上张牧师也讲到海豹部队 海豹部队 基本上海豹部队就这样子 生死盟绝对不放弃伙伴 我知道马来西亚好像有个什么 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是不是 他缩写什么PASKAL 我不知道 我是在网络上查到的 他是一个海军的 但是我们永远要知道 一个团队的成员 绝对不是像我们想象中 每一个都是那么完美的 记得我们前面讲的有ABCD是这种人 请问哪种人最多 不是 干脆这样讲 请问哪种人最少 D可能最少 对不对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进步到D去 至于A跟C谁多谁少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往往在教会里面 常常是A很多 就有热忱高于能力的多很多 非常愿意做 我们要让他们去得到培训以后 让他们能够成长出来做 那社会上有很多是 职场是很多是什么 是B 他很会 但是没有那个给他资源什么 他就不做 所以你就不可以给他 要不断地给他加工资 要不给他加奖金 那么D 并不多 但是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如果我团队里面最差的都比你团队里面 最好的还要厉害的时候 各位 我这个团队厉害吧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往上推一个台阶 这才是重要的 好 但是我要讲了 只有杰出的团队没有完美的个人 永远记得这件事 你不要奢望你的团队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他如果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也不一定来你的团队了 他可能到别的团队去了 所以我们团队 有罪结团队 这些人都不见得都是完美的 但是加起来 他们可以创造一个完美的成绩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一个卓越的团队里面永远记得 会有指导者 会有协调的人 有些是跟在后面的 有些人是会想些点子的 有些就在那边看 只来参观不来参与的 有没有 有些人专门监督 你这里做得不好 你那边做得不好 有些人专门刺激人家 你去啊 你去啊 有没有这种人 团队里面有时候需要这样 你知道台湾外销那个鳗鱼 外销那个鳗鱼 有种鱼叫鳗鱼 去日本 那个因为海运去 那个鱼在里面摇摇摇摇 鱼也会晕船的 它在水里不会晕 它自己坐在船上晕着 晕了以后 到了日本以后 那个鱼 要给那个拍卖场的时候 就那鱼看起来 就有点 价钱就不好 于是他们就在那一缸子鱼里面 就放一只叫托沙 那个托沙鱼就叫刺激 没有是那个鱼就去尿人家 搞得那一锅 那个鳗鱼 搞得简直疯掉了 一直在那边躲过来躲过去 所以到了日本海关 打开来那些人要去选货的时候 那鱼还在里面 其实他不是那么精神好 他只是受不了 被那个鱼吵得很厉害 所以那个叫做刺激者 还有谁 还有些拖累者 有没有这种人 有 还有没有 还有些破坏者 拖累者还好 破坏者有没有 有 所以有的时候 做领导人要有 当机立断的决心 拖累者你还可以去辅导他 教他 但是遇到破坏者 一定要 要把它处理掉 一定要处理掉 其实 其实我们最近在 像牧师讲到 教会里面有些奇异怪怪人 最近我们在我们的区里面 也有遇到这一种 那没有办法 或者就是让他离开这个区 找个他更适合的地方去 但如果你一直不处理 我常常讲 就会变成笑 发笑的笑 它会破坏你这个团队的和谐 影响你这个团队的合作 所以要不要处理 其实也不是我们讲 圣经里面就有讲 对不对 那有些不好的 你还是要让他们 请出去的嘛 所以这些人都会在团队里面 所以这些蛋你是哪一个 你是笑的蛋 是瞪的眼睛 蛋什么蛋 我不是哪一个 我相信我们团队里面 什么都有 好 来 很多人看过这个影片吗 有的时候 他会有人发号施令 看到危险出现 或者挑战出现 他会让大家做一件事情 所以站到一边以后 就足起一道防线 然后那个是鲨鱼 是不是 对不对 他后面讲到一个 什么什么travel 什么bus 有没有 其实有没有发现到 团队其实就像一个bus 有的人在bus上面 吃东西你觉得不好 有的人在bus上面 看什么 你就会发现到 你必须把这上面的成员 目标一致 而且跟他说 我们这部车到什么地方 中间只停什么站 什么站 到什么地方 如果你不是人 你不要在中间乱拉铃 要下车 你要这样要那样 你就现在下去 其实某一个程度来讲 我们团队在向前跑 要服务也一样 当我们这一班复兴的列车 复兴的列车 复兴复兴的列车 开始往前快速开的时候 就不能让那些在旁边 拉着来 丢石头来 摆障碍的人 在这个团队上面 其实某个程度 是要把它清理掉 但是绝大多数的机会 不是把它清理掉 而是把它带进来 所以我们才会讲到 只有不会用人的主管 而没有不能用的伙伴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的 各位 刚刚那个公司 那个手推车那个 各位想想看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切切的一个例子 好 那我们要看 记不记得瓶颈 瓶颈在讲什么 瓶颈 瓶颈 妨碍进步的永远是领导人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 降帅无能 类似三军 给错了方向 带错了路 会造成整个团队 非常大的资源的消耗 所以往往降帅无能 类似三军 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样 我们要的是一个五星上将 每一个高需要 绩效团队的领导人 都要变成一个五星上将 其实不是五个star 是五颗星 第一个要有耐心 里面会有一些人 需要我们去辅导 他刚刚讲到 你要从A到D的人 要不要辅导他 要辅导他 第二个呢 要很有爱心 第三个什么星 关心 随时关心他表现 有的伙伴表现不好 并不是因为他不好 可能是因为 他正好家里有什么样的事情 怎么样 你要了解他 而不是去责备他 第四个星叫什么星 叫信心 我相信你会做得好 我相信你 当人被相信被弃中 被看中的时候 他表现好还坏 相对一定好 你不要一天到晚说 你可能做得到吗 看你这块料 不然这块料又怎么样 你常常把一个伙伴 逼到对方去 变成你的对手 我们在企业里面可以看到 你这个烂业机怎么样 他可能是没有得到资源 或者不熟悉 最后你把他逼到别的公司去 回过头来打你打得最凶的 可能就是他 可能是这样 那最后一个呢 一定要有雄心 每一个领袖都要期盼 我们每一个伙伴 都能够成为展翅高飞的雄心 所以说没有不能用的部署 只有不会用人的领袖 你一天到晚说 这个部署不能用 那个部署不能用 你最后没有人能够用 但是你让他们能够变成有用的人 他们就能够发挥他最大的效益 所以这句话我非常喜欢 没有不能用的部署 只有不会用人的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套成图 就是没有什么人真的是猪 只是有一颗大猪头 他不会去带着人家 结果骂人家是猪 结果自己变成大猪头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卓越团队 激励方式也有 有没有用理想去激励 因为做了这样子 在革命的时候都是靠理想激励 革命的时候我们很少说 我们革命以后 你当福建省长 你当什么什么 哪里的州长 没有 革命成功以后怎么样 我们推翻两千年帝制 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为了 国父这一点就很厉害 我说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革命几次 十次 第十一次成功 对不对 他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 他这十一次都没有参加 你只去看历史书 他是鼓励大家去 果然用理想 第二个能不能用目标激励 如果我们达到目标 就能怎么样 第三个能不能用授权 我授权你去做 人都希望有成就感 你什么事情都绑着 我要照着你的方式去做 不一定 他很高兴 我授权你去做 然后还能用什么激励 用标杆 你可以学学隔壁 谁谁谁 你比他会做得更好 这叫benchmark 对不对 但标杆要用得很小心 你看到谁谁没有 你只要努力 比他更好 千万不要说 你看到谁没有 人家都可以这样 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件事情 你要很小心地讲 能不能够用物质去鼓励 发奖金 教会不见得 通通要用物质鼓励 但是我们很多的特会 很多的什么时候 比方说圣诞节特会 很多的红筒办完以后 我们能不能拨一笔钱 让那个比方说影音部的 让那些特殊在办这些部门的 不一定说发到个人奖金 那能不能给他们一些钱 让他们团队去吃个聚餐 只要让那些小领袖 带他们去吃一个饭 吃一个聚餐 当然大领袖能够参加最好 因为他受到重视不一样 那能不能用身前激励 Title 其实有人说 Title是最便宜的奖励 所以今天 今天比方说这个 做得好 称你为主任 再好称为什么 相礼 再好呢 经理 再好呢 协理 再好呢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上去来 总经理 总经理上去来 总裁 总裁上去来 总统 你只要敢给Title 我常在讲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被尊重 最容易被尊重 就是名片上面的Title 所以我们在公司每一年 年度结束的时候 会把上一年选出来 大概接近十分之一的人 会变成是 比方说2018年度 基优 客服人员 那一年我们替他 颁奖的时候 不但有奖杯什么东西 还有帮他印了一盒名片 名片上面有烫金写 2018 最优秀的什么 什么 甚至于 从第一线的客服 升官到 变成业务主任 虽然看起来 小小一点点 但是 一个升迁 对他是激励 对他是激励 能不能用荣誉激励 我刚刚讲的发个勋章 对不对 勋章一个多少钱 你把那酱油瓶盖打一打 弄一条线挂起来 也像个勋章 对不对 勋章 但就很难 能不能参与激励 本来你只能参与讨论 操作的 但是我现在让你参与决策 是不是一种激励 一种激励 最后的氛围 当吴牧师从后面走出来的时候 记得 我们要给他掌声 光有掌声不够 我们要掌声加尖叫 吴牧师好 够不够 不够 我们掌声尖叫 还要跺脚 吴牧师 吴牧师好 吴牧师好 有没有觉得很尊重 如果指大出来 我们现在欢迎 我们记得讲 吴牧师 然后下面人 或者一言长话 嘻嘻啰啰掌声 各位 我们再示范一下 你从那边走出来 会不会掌声 尖叫加跺脚 会不会 一二三 我原谅我这么说 人其实潜在 都有点虚荣 马斯罗的五个理论 有没有 到了最上面一个理论的时候 就是那种存在感 掌声是一个 给存在感最好的方式 要不要给 掌声要不要钱 不用 不用 所以多多利用 好不好 当然可以用氛围 氛围掌声氛围 当然大家高兴 我们讲了 有奖励 有鼓励 有激励 有激励 OK 身为传在中的领袖 我还是常常在讲 各位发现很多的问话就是 我们有没有去检讨 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有没有去检讨 到底我们做得够不够 教会里面其实可以用到 教会里面可以用到 我们每一个礼拜 金败在美完了以后 讲到讲到完了以后 我们能不能在教会里面 能够鼓励 有些优秀的小组长 有些什么 我们教会因为够大 我参加跟牧师建议 我们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信用卡基点 没比直销也可以用到信用卡基点 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小组做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给这个小组有多少个点数 这些点数以后可以在教会的咖啡屋 可以换咖啡 可以教会买张牧师的书 可以换多少点 我们以后在附近 我们签了很多友谊商店 这些点都可以让他们拿去换东西或者折价 我们可以想很多的方式去 可以去鼓励我们的团队 我曾经还想过一个 就是我们教会不要用点评制度 每一个人进去的时候也不要逼 就瞳孔识别系统 每一个人进去教会的时候 你进去的时候 结果那瞳孔识别就知道你来了 对不对 你从来不迟到不早退 每一个礼拜都来 旷哥没有超过多少 你到了某一段时间 我们今天公布出来有谁谁谁 可以得到我们教会多少多少点 那个点都可以变成以后的那一个 我们能不能想尽办法去做一些事情 想尽办法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最好这些事情 是不断地推成初心 不要每一次都点 到了最后就没有什么新意了 团队是需要不断地推成初心 好 那么我们再来继续建 对不起 建立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3C时代 还记不记得哪3C 就是早上讲的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3C时代 高绩效的团队一定有赖 高效率的沟通 没有沟通就没有合作就没有效率 就没有团队目标的达成 如何来避免沟通不良的损害 我喜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是 要有回馈 第一个 形式回馈 收到了没有收到了 第二个 什么回馈 当他成就的时候 要给他成果的回馈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在后面这张会讲到 要有一个有效的沟通 沟通包括你对上对下 要不要沟通 左右要不要沟通 四秒八方叫360度全方位的沟通 沟通也有几种 也有公开沟通 个别的沟通 有些的事情适合在公开沟通 特别是对团队纪律有关的事情 最好公开 我们今天要表扬什么人 因为他做得很好 或者我们有一些什么人 做了一些什么不对的事 我们不希望大家再去犯 这个要公开 但是对个别人的事情 尽量不要再公开去讲他 说这个谁谁谁不好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 杨散于公堂 问过于私事 所以你要表扬一个人 在公开场合 要责备一个人 你把他叫到办公室去 把他叫到办公室去 了解我讲的意思 杨散于公堂 千万不要干那种 大街骂人小巷道歉的事情 公开把他骂了一点 然后对不起 这种事情不要做 然后来沟通 避免电子时代的沟通陷阱 什么 我认为我发了email 你就应该知道了 我的群组我发下去 你就应该知道了 没有这种事情 或者他忙 或者他那些电话当机 我就鼓励在我们公司 因为我们公司 几百号人 分成很多群组 对不对 但是有个共同大群组 全公司的几百号人 通通是台湾中华电信 我们都中华电信 所以我们网内互打是免钱的 我就跟我们的主管跟干部说 你当你下了一个命令 你从LINE下出去以后 记得 打个电话给他 确定他收到 第一个收到 第二个确定他正确了解 你讲的什么意思 团队里面最怕沟通不好 确定他讲的什么意思 然后这样才会有效率 所以电子时代的沟通线 你就说 我有公告了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 造成很多伤害 还有 一句国语 发出去 也不见得看到的 都是一样的解读 我们要把正确解读 最好是透过什么 口语 告诉他 很重要 然后呢 好 如果说你要跟一个人沟通 这两个东西是桌子 请问哪一个桌子比较好 你要跟人家面谈的时候 请问哪一个桌子比较好 为什么四方 面对面 那圆的就 圆的就不能面对面 有没有人认为说正方形的是比较好的 有没有 好 请放下 像吴牧师一举手 后面跟着一叠人举手 认为圆的比较好的 好 我跟各位报告 没有标准答案 但一般来说圆的比较好 因为人的心理学上调查过 在一个正方形的桌子 有能有脚 你会觉得有压力 圆形的比较没有压力 但是如果你只有四方形的桌子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不要坐对面 坐那个桌角的两边 因为你们是靠近的 李云老师明天会讲沟通 人际关系 所以各位发生团队里面 你光是一个桌子 今天讲的桌子 你一个方桌子 你坐这边 他坐那边 他进来第一个感觉 你是眼包青天 瞎跪何人 你们具体就出来了 但如果是一个圆桌子 你可以靠它很近 或者只有方桌子 我们坐在桌子 交接着两个角 你会不会觉得沟通更密切 团队需要不断地沟通 这个沟通是不断地要被锻炼 不断地被调整 才能够产生 好 桌上的团队 要避免很多事情 头衔大于威望 我是总裁 你是什么 你就要听我的 团队要避免这种事情 还有呢 指责多余辅导 你是 没有啊 要去 帮助他 你为什么考那么差 才考五分 哇 你考了五分耶 你还有九十五分 可以进步 但是要讲的自然一点 不然人家觉得你在讽刺他 好 那么还有什么 集权多余授权是不可以的 你们都不要管 我一个人下决定 团队不是这个样子 团队要授权 还有来什么要避免的 分配多余奖励 好 今天我们从上面成功了一件事情 我们拿到个奖金一千块 所以呢 怎么办 分配 一个人二十 剩下都归我 no 奖励什么 我们要按照不同的功劳大小 不同的付出 我们给大家奖励 最后还会留一部分 是我们作为全体一起去怎么样的 去带动这个 少做分配多做奖励 命令多于启发 命令是什么 我叫你这样做 启发是什么 你想想看 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如果你想训练下一代的领导人 不要一天到晚命令他 他会变成没有组件 没有思想 我讲过 我不喜欢我的主管来说 那这个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如果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请你带两个方案来跟我讲 他就会去跟他下面 讨论后带来说 这两个方案好不好 我说为什么要在这两个方案 他会讲给你听 慢慢地 他会在中间学习 怎么样成为一个领导人 这叫做换位思考 你做在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去想 然后呢 指派多于鼓励的太多 给你工作 而不是鼓励你去找工作 我叫你做就做 什么叫做 鼓励 就是让他愿意去 抢恩典也好 争取这个工作也好 这叫做 然后呢 安插多于精神 这点非常伤 在企业里面 如果每一个都是空降部队 最后空降部队都是跳伞 还没有到地面 就被人家干掉的 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是因为他的战功 因为他的能力 因为他的条件 因为他的一切一切 足够到那里才上去 所以才有一句话 这是管理学上面讲的 每一个领导人 都会升到一个 他不胜任的位置 终到有一天 他没有位置可以升任 就是说你不再给他升任 不再升任 因为你是安插进去的 但是要让他慢慢地去晋升 晋这个字是代表一步 一步 所以要慢慢地去 最后来 个人终于团队 最后人家发现 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 不要把个人的好处 掺杂在团队目标里面 当一个团队里面 太多那个主管 或者领导人的 个人好处在里面的时候 这个团队以后一定会土崩瓦解 最糟糕的意思是什么 你既然你当头的人 能够以公谋私 以公害私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 就发现到这个团队里面 大家都在挖矿 挖什么矿 每个人都把团队资源 挖一点走 这团队必然就垮掉 那么我们身为团队领袖 一定要避免去犯 这样子的错误 其实我们常常都在犯 包括常常常都在犯 好 这个人有没有人见过 他是原来基一的总裁 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CEO 他叫Jack Welsh 他这本书叫《至圣》 各位在网络上还可以查得到 他就说了 一个团队里面一定要有 四个E加一个P的人 P我不用跟各位讲 大家都可以猜到叫什么 叫Passion 一定要Passion 那前面的四个E呢 很快要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E叫做正面能量 我们也讲过 你没有正面能量就不会主动 一定要能够正面能量 跟每个人都打得很 说这个团队才能够凝聚在一起 如果每一个团队里面都是一个个体 每个人只顾自己 不行啊 所以Positive 第二个呢 能够鼓舞他人 团队里面要能够去鼓舞他人 每一个人都需要掌声 掌声哪里来 自己鼓掌是很奇怪的事情 也可以拍别人的手 我们不是看到 有时候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出来的时候 一出来他们自己先鼓掌 而且记得这一手一定要再上 为什么 这是左手 左派压倒右派 左手再上 OK 要能够鼓励他人 第三个呢 这个英文字 什么意思 是讲桌子的边缘悬崖 对不对 就是到了那个时候 要能够下决定 领导人下决定 我很喜欢那个 以前美国国务卿鲍尔有一句讲 叫四十七十 他说你永远不要等到 你有百分之一百把握在下决定 没有百分之四十把握 不要下决定 过了百分之四十 你就要随时准备下决定 到了百分之七十还不下决定 你没有可能等到八十九 是因为百分之百好的事情 别人早就去做了 所以做一个领导人要下去 我们看 我们今天在芙蓉 可能旁边有个芙蓉 芙蓉有个芙蓉二是不是 芙蓉二有一块地 我们要不要想一想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六十 当然你说 那个地方已经开发出来 百分之百了 我们发现我们买不起了 可能在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你就觉得 那个地方会是未来一个 芙蓉发展的新的地方的时候 要不要下决定 可能就要去冒险 本来 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讲的 在讲最后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 信心要大一点 在没有看到那个时候 敢踏出去的 带领团队踏出去的 那就是领导人 所以要能够去做 第四个人 执行力 记不记得 很简单就讲 Nike的球鞋叫做 Just do it 什么都做好了 把那个计划贴在墙壁上 叫做壁纸 把他行动出来 才叫做执行力 才叫做执行力 那最后一个 当然各位一猜就知道 叫做Passion 叫做Passion 我们Passion 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 讲了非常多次 好 那么至圣人最重要 他说了 很多事情 绝对不可以看 友谊跟经验 企业比较 因为比较务实 不要讲现实 比较务实 他会看绩效 但是有的时候 教会很看重 过往大家的关系 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要 在教会里面 建立一个新的团队 或者成就一件 新的事情的时候 过往的友谊 跟经验绝对不够 可能就要在团队里面 去找到那些 真正适合的人 让他们出来 变成小团队 新团队的领袖 观察的每个 四个一 一个批 那最重要的 当然是 还是在讲 就叫做Passion 叫做Passion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看几张照片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 每一年 过去十年 每一年 我们都会办一次 叫做Magic Magic Magic What is Magic 不是Magic Magic Magic是英文Magic 就是 我们两个说 我跟我牧师 Magic Magic 什么意思 我们两个很合 我们两个很契合 我们根本是 Buddy Buddy 兄弟 对不对 OK 我们每一年都办 过去十年 每一年都办 办了十年了 我会给各位看一下这些 后来我把这些东西 我也分享给张牧师 所以我们现在神学院 那个谁 建委回去啊 是建委吗 你们去 神学院有没有去 在那个电线杆上 飞过来飞过去 对不对 我也推荐给教会 去办这个 因为教会以前 很多的活动 都是在什么 在房间里面 大家一起坐下来 每一个人发张纸 写五个人的名字 破冰游戏 对不对 破酒了以后 大家发现到 我知道 每一个人发张纸 要写五个人的名字 错 我们有突破 这次写六个人 我们能不能带到户外去 可以带到户外去 带到户外干什么 我们手牵手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Do something different 我们在过去十年 我们就在做这些事情 我们第一年办的时候 我们叫战斗营 开始我们叫战斗营 叫龙腾虎要战斗营 有没有很厉害 哇 我们那一年 真的 我看看 那一年是硕西加三讯 有236个人参加 我们那年花了 各位注意 我没有用费用 我是用投资 因为我们要花在 我们伙伴身上的钱 叫做投资 然后那会儿要站 哇 有什么 哇 单手上 第一个动作 我有居高症 各位没发现 我一直走下去 因为身边很高耶 我很不站上面 因为上面更高 那很好玩 第一个动作叫什么 叫做单锁垂降 那里有一座吊桥 你要从吊桥上面 像这样下去哦 困难的不是那个动作 而是你要跨出吊桥 然后背对到马路 那个时候那个动作实在很痛苦 没有关系 第一次下去 我一定是第一个 为什么 谁叫你是老板 你是童年 OK 第二个动作就这一个 它那个地方很高耶 那个塔 那个离地面 比这个大概还高一倍 然后大概比这个距离 大概有三倍的距离 那这样走过去 出去是三条锁 三根钢锁 就这样子 这样子过去 诶 那个教练就说 如果后面有人害怕的话 走到三步到五步 真的不行 就要退回来 因为怕有危险 我走了三步以后 我发现后面一回头一看 全部人堵死在那边 非常团结 跟那个镇报警察一样 加油加油 退不回去怎么办 你只有往前走 因为你是领袖 而且你永远要第一个 你再怕也要第一个 走 三锁 那时候正好是那个 我们那个地方叫苗栗 童花祭开的时候 对面山上都是童花 我从小到大 没有一直看童花 看得那么仔细的 我根本不敢往旁边看 就这样 诶 三根铁锁 这样走过去 走过去好得意一看 糗了 回来只有两根锁 两根锁开始的时候 是这样子 但越走 因为体重有压力 走到后来慢慢慢慢 走到中间的时候 那个铁锁变成这样子 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 又走到两边 又收紧起来 变成这样子 走完 再用快速滑降降下来 然后接着呢 去溯溪 大家要一起带着去溯溪 爬到最后才厉害 爬到最后有个叫独龙坛 啊 有没有看过那电影里面 那个在一个平台上面 下面大概有三四层 大概有比这个高 然后下面咯咯咯咯都是水 有没有 有没有想到那个巫婆组的 那个很多怪里怪样 跳下去 而且每个人跳下去的时候 都要喊自己的名字 我是某某某 我是最优秀的 然后跳下去 谁第一个跳 我第一个跳嘛 对不对 跳下去以后 下面他们有教练帮你拦住 然后你就站在下面 等其他人跳下来 后来我就问我们的人资 HR的就说 为什么跳下很多人 我都没有听 他说为什么 后来很多人名字我都没有听过 他说什么 你仔细听 阿久人哦 好高啊 我说我们公司有人心 叫好高啊吗 然后教练 你真的不敢跳 教练会带到你 好 你站好没有 我教你怎么 还没有讲完话 就带你跳下去 当你跳完一轮以后 很多人说 我还要再来一次 要证明 Yes I can 我肯 我们第一年就跳这一个 很有意思 跳下来人为什么要站在旁边 因为你不能跳下来就走了 你要站在旁边 看到你的伙伴 每一个都安全下来以后 才能够一起走 所以每一个训练都有它的目的 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我在这种训练里面 我第一个跳下去之后 我接下来做的事情 就是在观察 哪一些人 在里面有领导特质 有助人的特质 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人 第二年呢 叫 还是硕西 不过是高峰的 对不起 比较高阶的硕西 那年250 最后有没有看到 人其实越来越多 钱花的也越来越多 那个叫七弹 有没有打过七弹 带那个头上打 我发现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就是平常人员越不好的 身上那个蛋越多 其实蛋的颜色不一样的 你很开心就知道说 是不是对手打 奇怪了 有很多主管 那个蛋都打在屁股后面 背上都是 然后明明你那一对 应该是黄色的 为什么你屁股后面都是黄色的 都是他的部署打的 平常找不到机会报仇 现在打反正也不知道 谁是谁 没有啦 打七弹每个都跟真的一样 帅不帅 哇 好厉害 我们教会其实也可以办这种事情 教会也可以办这种事情 我要讲 活动本身不是那么重要 是在活动的中间 让每一个人有共同的学习 就会有共同的经验 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回忆 我们要做的时候 就有共同的目标 其实我不晓得 我相信马来西亚 应该也有这些战斗教练场 可以去办 收费也不见得都很贵 但是这个笔 我们坐在教室里面 我们一起来做个破笔 效果可能好很多 效果可能好很多 好 第三年呢 我们就去金山造伐 那一年是台风 台风 造伐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个小组 发四个汽油桶 比方说六根竹竿 多少绳子 这时候就发现到 在公司里面 企划跟业务部门完全不一样 业务部门是 一个钟头之内要下水 业务部门五分钟就下水了 然后下水以后 坐在那边 对不起 那个桶是谁的 然后回来继续修 企划部门是 搞了五十五分钟还在那边 这个应该这样 嗶嗶 还有五分钟 然后随便扎扎一下 企划人员太用脑 业务人员太动手 最后第二次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效果就变得很好 就做那个桶 滑出去 那天真的是台风天 有没有 看起来滑得很远对不对 这时候就想学 彼得在水面行走 其实没有很远啊 那个大概就 滑出去聚在就我 从这门那边而已了 再滑出去因为台风天嘛 我们要注意安全 然后做了很多的活动 然后有一年就到 2013就到鹿港 因为我们是业务单位 所以每一个小组 每一个team 我们就发给你一定的钱 这一定的钱你们拿出去 你们一个team出去 一定要做到哪一些事情 不够的不可以自己贴钱 一定要做到哪一些事情 然后定时回来 他们也发给我钱 然后不分给我主 我只好在整个鹿港小镇 在那边晃来晃去 东吃吃西吃吃 然后我就回来 还很厉害 回来的时候我还有剩下钱 我就叫了一部三轮车坐回来 坐回来等他们回来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团队 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2014年我们就做铁人山 什么是铁人山项 山铁是什么 我们台湾是高铁台铁跟地铁 没有啦 跑步 骑脚踏车 还有游泳 因为游泳很麻烦 那么多人 三四百个人的游泳跟下水饺一样 很难受的话 所以我们就省掉游泳 我们就只有跑两项 跑两项 就是 这个 长跑跟骑铁马 骑脚踏车 那一年 270人参训了 你们想想看 270人挤在一个游泳池里面 会是什么样子 看过下水饺就知道 很难受 我们去骑 先是跑步 先是跑步 大概不远 连半马都撑不上了 大概就四五公里 我是第一个跑出去的 然后最后一个跑回来的 我说你为什么跑那么慢 我说你们有没有看过 Mail Gibson的勇士们 当进入战场的时候 我第一个进战场 然后我最后一回来 其实我是跑不动 跑出去 然后最后大家都平安 回来 好好好 我放心了 永远记得 你不要丢任何一个伙伴在你后面 然后就讲一次 理由正当 不相信 你找到那部电影再去看一次 就这样 哦 骑脚踏车跑 我们董事长也去跑 骑成这个样 这个姿势很漂亮吧 是 骑回来已经累得筷子 然后说 哎 照相 好 然后呢 有一年就出 因为那一年下了大雨 我们就不再去做厨房 厨房真正很有意思 我们分成很多的team 每一个team给你一些coupon 然后真的菜 真的菜 你可以拿着那些钱 你要去商量 我们这个team商量 规定 一定要五菜一汤 有婚有素 你要拿这个钱 去向我的中央厨房 我做庄家来买菜 买菜回去以后就要去煮 煮完了以后 我就要去当评审去吃 好不好吃 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那个脸就知道 还好我们自己是做药的 所以那一年我准备了 很多肠胃药带去 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煮 不错 然后呢 我们2016年全民大晋级 那么就 OK 很快讲 玩了一些游戏来的 各种团队 然后每个人都画得跟那个 那个原住民一样 画得跟原住民一样 那2017年我们就到了福隆海边 什么是海路 就是有一块牛排 有一条虾子叫海路 对不对 我们是比较海路大餐 不是 海路就是我们在水边 它有一半的活动在路上 有一半的活动在水里面 泛舟 各位们发现到人数已经到了三字头了 花费已经到了两百多万去 去划船 各位知道吗 大家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 当他们划到一个地方 叫所有的人都站在独木舟上 然后说一二三翻 全部人一起翻倒在水里面的时候 再爬一下大家最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共同经历过 这一个有趣的经验 都一样 你是落汤器 我也是落汤器 这什么叫麻吉 这就叫做麻吉 我们每次都这样的 礼拜六 就是前一天 中午去下午活动 晚上一定大家好的吃一顿 第二天早上还有活动以后 会有一个共同的分享 分享是什么 分享不是你有多累 你有多苦 而是我在这里面 共同有什么学习 那个教练很厉害 还放些很催泪的歌曲 每个人上去哭得简直是 对谁当初我在什么事情上面 我对谁真的是 我错过来他怎么样 我真的要 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团 他抱着乱哭一场 我看了好感动 但是我们常常讲 这种东西要维系 不是办一年就算了 我们每一年都在办 每一年都在办 每一年都在办 我都有参加呢 我都有参加呢 我没有骗你呢 那2018年去年 我们去一个立宝乐园 很有意思 人数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去做的 最有趣的一个就是 每一关你都要去做 最有趣的是做这一个 它叫做什么 就大怒神类类的 有没有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就很生气 我一去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们简单地开始玩 有没有玩过那个旋转木吗 然后到第二站以后 我就很生气 因为到第二站以后 所有的上面都有写 六十岁以上老年者物成作 我今年正好六十一岁 我就很生气 我会跟他说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后来当大家知道 有去做那个的时候 我就说 我们一定要遵守规则 不要破坏人家游乐园的规则 我已经六十岁了 我不要去做 我开玩笑 从那边 你知道那种感觉 人何必虐待自己的 我在下面 我为你们加油 永远记得 领袖要站在旁边 为他们加油 不可以自己溜开 加油 加油 还好六十岁 加油 加油 那个在收票的小姐 我跟他说 诶 这个 你问不上 我说我六十 哈 你六十 看不出来 我先好看不出来 怎么看起来像七十几 我就跟他们的老板说 员工是要训练 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 员工为什么要训练 因为 有几件事情不要让你讲 第一个 女生的年龄 你看我现在几岁 你千万不要说 哎哟 至少个六十几啊 你当心 顶多三十几嘛 哪里乱讲 讨厌他心里讲 你讨厌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比方说这个 某某副理 你叫他 张经理 还没有生还没有生 副理副理 以您的才学 以您的领导 当经理 当总经理都指日可待 心里高不高兴 对不对 把人家撑大一点 没有什么对你不好嘛 对不对 各位你看我的腰围多少 所以你当传导人家当牧师啊 讲小一点 你才有机会往上加 对不对 卖糖果的厉害的不是那一种 哎哟 蹭超过了抓点 回来又是什么 蹭了 哎哟刚好 再多加一点点 知道我讲的意思 鼓励人就是要这样子 知道我讲的意思 小孩子买一袋糖果 买 比方说买一百块钱 一蹭 哎哟 一百零一拿回来啊 不是 一蹭哎哟 哎哟 弟弟你好可爱 对不对 来 再多给你两个 小孩高不高兴 下回到哪家买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团队要不要训练互相鼓励互相训练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 团队不想听领袖说什么 团队要看领袖陪他们做什么 记不记得我们早上看 Mail Capstone后面有这句话 团队要看领袖做什么 我们活动越来越多元 餐人越来越多 投资越来越大 其实我们是在建立口碑 建立一个团队的口碑 刚才有人在照相没有照起来是不是 好坏的人了 好好好 没关系 来 我们是建立一个口碑 什么叫口碑 品牌 我们的战斗已经变成一个重要品牌 我们互相学习观摩 我们积极地参与 我常在观察 有些干部就是那种冷冷的铜像 只剩那种比较小的铜像 那种干部 我会对他打一个问号 看到有很多人还不是干部 但就积极带领团队 我们的考训其实是合一的 我希望我们突破学校的领袖 2019能不能带领我们的团队 做一些突破的事情 但是我要更要说 更我要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很多事情不要等2019 今年才2018 你会注意到 我故意写2019的2018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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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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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打电话给你 各位 我们有一种叫手机焦虑症 你常常觉得手机在你口袋里面震动 今天又谁打来 我没有接到 可是有时候上帝在call你的时候 你不回应 有没有做这种事 你没有回应 我还要祷告 牧师跟你说 我们一起做什么 还要祷告 牧者是先知 牧者跟你说去做什么的时候 就跟他去做就对了 记不记得彼得 等到人家都跟起了 牧师我要来对不起 我们这个船上只能坐五个人 轮不到你了 恩典要用抢的 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受 有呼召就要什么 就要回应 有呼召就要回应 有呼召就要回应 所以我要讲的是 卓越学校的领袖们 不要等2019 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回去 能不能带领我们团队去做一些 不一样的事情 不要每一次破冰 就拿来说 我们写五个人的名字 我厉害一点 我事先我就跟他们讲过 不 大会的名册我都有 我隐隐两份 牧师我写好了 123个人 每一次破冰 就拿一个冰拿来在那边破 破完以后再放一点什么炼乳 吃刷冰 不要 我们能不能带领大家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让别人对我们的团队 对我们的领袖 刮目相看 更重要的是 在这样的活动中间 你会发现到 原来我们的团队里面 有那么多的人才 是我们没有机会给他们发挥 他们就是下一帮的领袖 今天我们中午讲到 陈和少豪牧师讲的 新加坡神经教会 我觉得听他讲一句话最感动 年轻人是未来的领袖 错 年轻人是现在的领袖 只不过我们没有给他们机会 我们能不能给他们机会 现在就让他们去发展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像我们这种年轻 对 对不起 我是年轻人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虽然有一点年纪的年轻人 我们也有经验 可以传承去帮助 真正的年轻人 可以吗 可以 所以 再一次的 没有没有 我还没讲完 我一定要讲到时间够 互相勉励 我们都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 我们可以决定它的宽度 什么叫宽度 我们要不断地充实 充实 我们不可能左右天气 但是可以改变心情 太阳出来很棒 晒一晒很舒服 天下雨呢 不热也很舒服 反正都很舒服 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 我们不可以改变容貌 可是可以展现笑容 结果有一个韩国朋友跟我说 对不起 我们可以 选美会 一到二十名 整个都一样 靠什么 靠才艺 OK 但是可以展现笑容 全世界 我要申请诺贝尔的生物学奖 全世界只有几种动物会笑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家的鱼在笑 你有没有看过老鼠在笑 没有 有没有看过狗在笑 狗会笑 狗就是靠着舌头 还有笑容 还有它的尾巴 跟人家做了几千年的朋友 而且很奇怪 马来西亚见面 你好怎么讲 日本人见面 台湾人见面 你好 美国人见面 都不一样 但是所有的种族笑容都一样 没有说在南半球或者是哪里的笑容是嘴角朝下的 没有 永远笑容都嘴角朝上 讲到南半球 我有一年就澳洲出差 第一次去南半球 我就看着月亮 跟我太太就FaceTime 突然我说我有点头阴 我太太说 你是不是时差 我说不是 因为我在南半球 我倒过来站 我觉得头有点不舒服 南半球 所以如果你不会笑的话 不是吗 南半球不是倒过来站吗 我说我有点头晕 各位 如果你真的不会笑 明天早上起来做一件事 来 这样子比会不会 这叫什么 不对啦 各位笑容是要发自内心 所以我们讲心甜就会 脸甜就会口甜 是吗 我们不能改变容貌 但可以展现笑容 是国际功能 你不能预知明天 但是可以掌握今天 所以今日是 这都是你们学校老师教的 对不对 今日是 应该在之前就做完了 有一天 王经理说 两位 我们有一个专案 我交给你们两个都去写 什么时候可以做完 蜀神就说 报告经理我比较忙 我下个礼拜交给你好 OK 没有那么急 清贵就说了 他说 我明天交给你 昨天就好讲那话 就太假了啦 我明天就交给你 好不好 但是去转运一下 回来说 报告经理 您今天交代任务 是这个 这叫做确认回馈嘛 哎哟 不错哦 不是 经理平常有教导 我们随时要为 下一步做准备 哎呀 不是你厉害 是谁厉害 经理厉害啊 嗯 小吴 有前途哦 OK 回忆整点好 第二天就交 而且记得 记得 对不起 笔记借我一下 我们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印刷 印横的是因为 配合英文跟数字 应该要印直的 因为你写报告写横的 老板怎么看 如果你报告写直的 老板怎么看 OK OK 不能预知明天 但是掌握今天 不要去等 千万不要去等 OK 我们不能控制他人 但是可以 把自己掌握好 把我们自己锻炼到一个 最好预备好的 条件之下 最后我们说 我们不能样样的顺利 但是要试试尽心尽力 国父成说 不是国父成说 我有一次在台湾去演讲 我说国父成说 我那个年轻 好棒哦 国父成说 我说什么 他对你 爱爱爱 不安 国父成说 天下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 听说了 听说张忠谋先生 写字写得很好 他写了 常想一二 常想一二 为什么 你可以把那个成功的一二 不断地去复制 不要一天到晚去想那个八九 我们有时候外勤的业务伙伴回来 我们可以学业务伙伴回来 我说 吹头上气 今天又碰壁了 我说你平均 出去十次几次有订单 他顶多三到四次 我说大家为他欢呼 我来欢呼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看 职业棒球有没有 职业棒球选手最好的打击手 打击率才多少 三成多 四成都不得了了 NBA篮球 记不记得我NBA 我在NBA的艺名叫什么 Kobe 对不对 NBA除了是像Shaki O'Neill 在老一下用Funk之外 外线投篮命中率 四成以上算非常高的 你一百次出去 能够成功四次 十次里面成功四次 你就要觉得你很棒 所以你不见得每次都能胜利 但是你可以尽心尽力 要鼓励 然后呢 我们不能担当所有的事 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绝对可以 把事情交给上帝 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 凡事尽心尽力 结果仰望上帝 团队也不是我们能够 绝对待着好 但是有上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团队整合 这个是我以前大概在 好几十年前在简报剪下来的 我就不断地加 不断地加 但接下来这段话很重要 一定要把它照下来或者写下 第一个 我们要祝福大家 充满感恩的昨天 感恩随时记在心里面 但是不要一直沉醉在那个感恩里面 就不能进步 第二个呢 我们要努力不懈的 今天 才会有 欢笑丰收的明天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容身一人的每一天 这一段话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是我讲的 我讲的 重要不重要 重要吗 重要 我还是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要成为个卓越领袖 卓越的团队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鼓励 这种掌声不是我们需要 对 讲个故事给大家 还有一分钟 还两分钟 可以不可以 好 有没有听过李鸿章 满清政府的这个中堂 李鸿章宰相 李鸿章很喜欢吃烤鸭 但是他对那个厨师很不好 对那火防团队很不好 每次都骂那个厨师 所以厨师每次捧了烤鸭上来的时候 就抽掉一只鸭子腿 然后就拿出来你去吃 李鸿章就觉得很奇怪 我喜欢吃鸭腿 为什么只有一只鸭腿呢 就骂那个厨师 所以说中堂大人 宰相大人 鸭子就是一条腿 就是一条腿 他说不相信 不相信我带你到池塘片去看 一看 真的鸭子都知道一条 为什么 因为鸭子琴内站了 很少两个脚这样站有没有 琴内站都是蹲 说单脚的 他就跟他说 中堂大人 要吃两条腿的鸭子 你就跟我做一件事 一二三 拍手 一拍手结果怎么样 鸭子一下就跑 对不对 一跑两条 他不会单脚这样跳 两条就跑 所以要吃两条腿的鸭子 就要鼓掌 如果要听好的演讲 要怎么样 鼓掌 掌声是自己讨来的 不过还是蛮高兴的 还是再次谢谢大家 那么我负责的 这个分享的部分到这边结束 那么接下来明天有牧师 晚上牧师 明天牧师李云老师 他们会有更精彩的分享 再次谢谢 也特别谢谢吴牧师 不嫌弃让我们来到这里 谢谢